不管是日本式的造型 也是可以参加Party的中班 虽然大家都不是专业的模特兒 但透過參加 由冠府社會出所輔導的這份好點 大家都像是變成一個人一樣 變成是時驚又美麗 因為他們 我們這次辦的是職前的訓練 那可見他們定位點 就是說他們都是沒有工作的 所以我們跟中央申請了一個這樣的經費 就是在他們上課的過程當中 每個月我們補貼一萬零七百二十八的 一個費用給他們 那所以這些朋友 他們可以很盡興地 在沒有後顧只有地開始化妝 可以開始學他們的技術 然後生活上面不無小無補助 由冠府社會出所輔導的事業者 就約這份好點已經夠一個大樓 這位學員也特別在輔助館 基本上最多特別的成功發表會 並以作秀的方式 向所有基督老師來展現他們的學習成功 和所有老師對著他們情情又慶惡 是相當感動又惡惡 其實他們學到的成果 我今天看來真的很替他們感到高興 真的每個都非常非常的優秀 除了讓自己可以更美麗之外 其實他們可以學到很多的專長 然後可以利用這些專長 其實可以做一些可能針對就業會有幫助 這次培訓班我想對學員來講應該是他們收穫很多 不管是在他們的髮裝還有彩妝還有整體造型 從一開始他們不是很熟悉到慢慢的進入狀況 那今天的整個成果的呈現當然不是盡善盡美 不過我覺得他們的認真態度 不管是而後回到工作崗位上 或者是重回到職場上 我想對他們都有很大的幫助 這次培訓班對所有學員來說 對我們一等學到一級志中 更重要的是摧毀他們的組織跟美麗 學了好像就變了一個人一樣 工作的方面可能 希望可以往這方面來走 學了很多技巧學了很多功夫 也想說再考慮學棒一點 看可不可以自己開一點小店 比以前剛來的時候 更漂亮也可以照顧我們社會 如果需要我們的地方 我們可以去幫他服務一下 讓每個人也更美麗 不管是頭髮造型 真得猜貴 也許是學國中中央的衛葬基卡頂點 這些美中紀念 到了創新這些學員的集結領 為他們美麗的面相 所電腦出來快樂跟組繫 竟然是兼職所賣賣對的 學習讓我們更美麗 謝謝今天 蔡鳳報道